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场比赛 山东队和上海队有一场较量呢 山东队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是苦战五局 最终2比3告负了福建队 而上海队呢 已经迎来了四连胜 所以张高老师 其实我们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段赛程之后 可以看到山东队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 他们暴露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攻守 那同时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小球环节上的悉尼问题 从上一次比赛 五局大战当中 我们就能看到一些 比如说杨涵玉的这个蓝网呀 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环节的问题 在今天对阵上海女排的比赛当中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多细节上面的较量 张高老师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对山东队来讲的话 首先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稳 是否能稳定发挥 因为在这赛季初 其实我们就聊到这个问题 山东队可能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队伍的这样的起伏 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队伍可能在发挥的 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忽然是出现一些机身的失误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起伏 那其实如果是跟这个比自己实力弱的队伍去比赛的话 等你出现一些起伏 你在场上还可以自己去主动的调整 但是如果说是跟像上海这样的强队来讲的话 如果出现起伏 那可能强队就一定会比你几分 我觉得今天上海上山东队 还是主要注意自身的发挥师 和肯定这样的动机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们是看到了山东队非常可喜的一面 就是两个攻守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特别是车文涵 陈文涵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6分 那这个26分当中呢是包含了蔡亚倩 非常清晰的一个传球思路 就是用他的这个身高来突破对方这个二传手的一个地篮网 那同时呢陈文涵也是不负众望 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将啊 打到这个胜队的联赛首发位置上就能够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当然了今天上海队 他的主攻线也是非常的 非常具有攻击性吧可以说是 比如说像之前呢上一场比赛上海队的主攻线上是选用了拉尔森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 那一般来的说是用金软锦来打这场比赛的首发位置了 那同时呢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上海队 比如说像王英迪以及刘泽宇刘哲宁这些小将的一些慢慢的出场 那在联赛进行到了中期阶段啊 其实上海队给这些小将历练的机会已经是非常的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之后如果说上海队打到每一场重要比赛当中 应该说对于小将的历练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如果说能够抓住机会打出自己的表现的话 应该对于王志腾之道来说是抓住了非常好的一把牌 对其实在今年的联赛中啊 我们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最关注的可能就是 咱们联赛中有限的这些年轻的队员啊 很多的朋友也是非常期待这些年轻的队员能够多多上场啊 多多去展现自己多多比赛 其实你看今年上海队就是在王英迪这个位置上 大家可能是有一些惊喜的 其实最一开始大家注意到他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上海队跟别的队比分领先比较多的时候 然后派他去登场 但是没想到却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啊 这样其实这样在场上的一个高光的表现 也是给王英迪给自己创造了很多 后面去多上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那其实也希望他在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在后面随着比赛进程的难度越来越大呢 上海队也会受到更多强队的冲击的情况下 他也是在球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能够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在前面给他锻炼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吧 上海队在坚硬这个位置上不光有王英迪和洋洋西西 而且呢包括像外援的加盟 也是给上海队的攻击线造成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徐晓婷作为一个小二船 今年在上海队首发二船的位置上 这个征战之后呢 我们还是看到了些许可圈格点的地方 同时呢也有给攻守 可能说配合有一些需要提升的磨合的地方 那么张哥老师觉得怎么样来看待上海队今天这场比赛 对阵山东队的一个发挥呢 我觉得山东队其实虽然是一支北方球队啊 但是其实一直来讲山东队的战术体系和打法 都是不是典型的这种北方的高举高打的这样一个打法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技战术 包括你看山东队目前两个副攻的能力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突出的 再一个他们的主攻线上 像你刚才提到的车文函 包括其他的不管是杜青青上场还是其他的主攻上场 包括在坚硬位置的孙杰 进攻的这个棒头上一个是比较重 再一个其实他们有很多很丰富的跑动进攻 那其实在面对战术这么丰富的山东队的时候呢 我觉得上海队今天的发和揭发环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对你首先从发挥环节如果能够做好 能够去冲击山东队的一船体系 去破他的这样的战术进攻 那在整个的防守反击的篮防体系中 上海队可能相对会占据一些优势 其实两支队伍都是磨合的非常熟利 而且是打整体的一个队伍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跟随转播镜头去到前方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本财球超级年代的第二节目 第73场山东队绕绕高级年代对上海高级优美军的赛现在开始 请全力提起立地奏跳到中华人家共和国国公 期间的城市和国公共和国公带党绕高级年代对上海高级年代对上海高级年代对上海最新的 所谨势的主要的防守 我们的相当IC年代对上海大网约大家共和国公围就请大家大的 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队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 面对的几个对手相对来说比较弱 所以呢也是拿到了四连胜 对于上海队来说 今天对阵山东女排的一个较量 应该也是一个硬碰硬的 双方在赛前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 是一个打整体的串联比较娴熟的队伍 所以啊先来看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首发阵容 今天山东队啊在这个主攻位置上 平庭首发二传还是蔡雅倩 那么今天山东队的自由人是选用了王牧杰 而上海队这一边 主攻线上是金阮景和仲慧的一个搭档 接应是欧阳希希 副攻线由张玉倩来搭档高益 第二传是徐晓婷 看到今天山东队的一个首发阵容啊 和之前几场比赛还是有主攻线上的一个变动的 对 今天宋美丽是首发登场了 之前的几场主攻线上一直用的是杜清清和车文涵 那宋美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是有短暂的代替杜清清上来保障一下球队的一传 但是呢上场时间并不多 得分也不是很多 陆清清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砍下了11分 但是他可能身上还是有一个伤病的情况 对 上海队今天的复攻位置上是让张玉倩来搭档高益的 徐晓婷先来发球 一上来就打一个短球跑动进攻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赛前提到的啊 就是面对上海队啊 因为上海队打的本身也非常的快 网口上也是高度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优势的 所以今天面对上海队 山东队一定会用他多遍的这样的战术去突破的 嗯 而且蔡雅倩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也提现出来一个比较成熟的传球思路 对 对方的二船 既然这个身高有劣势 那我就用称文涵这个身高去打 四号位这个点 刚刚称文涵的这一板进攻 也是充分地体现了他这个弹跳上面的优势的 对 蔡雅倩其实他这赛季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他组织思路还是在很多比赛中能够体现出来 哦 这个是追发前排主攻的一个滑球 上来就是一个滑球得分了 对 因为场上呢 呃 宋梅利也是老将 这个球追发就是在找非常年轻的车文涵 对 这个落点其实过了网之后是有下沉的 是啊 直接看球落地了啊 这个时候 参考队还是既然已经连续有这个一船的问题了 还是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首先要放在接一船上面 不要先去想进攻了 开始到前排主攻 翻到二号位 孙杰这个球是打手出界了 嗯 孙杰这赛季在进攻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抢眼的 孙杰在上一场对阵福建比赛当中砍下了23分 而且赛季跟他后二的联系也慢慢的数量比较多 也是一个发前排主攻 那一上来双方这个一船波动都有直接失分的球啊 对 这个发球啊 最发首先最发前排主攻是确实是发球的一个首选 你看现在后排上海队接一船的三个人 金软井 自由人 然后还有前排的宗会 肯定是发宗会这一点 一个是能影响他的进攻 再一个就是他相对于金软井和王一一来讲的话 他的一船肯定是在三个人 是最薄弱的一个点 蔡亚倩这球是直接把仲惠给拦住了 在一船找到他之后 那么其他几个人的跑动啊 基本上没有牵扯到草亭亭的拦往 直接过来并拦了 孙杰继续来找这个点八 这个球很明显一船王一一是主动过来了 想要去多去包一些一船啊 这个又是 半到位的情况下又把仲惠给拦了 对 但是仲惠这个球的线路选择 我觉得还是有点欠缺 因为商量队的这两个人的浪王肯定是 杨涵玉的那一点更高 如果是打斜线的话 肯定突破难度要更大一些 要转移了 保护起来 再给孙杰打号二 分线的一个防守起球 他人就会在这个时候 随好位的反击 打手出戒 连续地被拦到之后 这个球是明显手腕上有变化了 中辉这时候急需一个球得分 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 你看这球就对了 拐弯打直线这边 是蔡亚倩的这一点 一番到位 机会不太好的情况下 果断选择一个调球 杨涵玉这个球处理的还是很聪明 杨涵玉在第二阶段的第一段赛打完之后 他的篮网是排在复工的第三位 他其实是失误 今天山东队也是非常明显的要拼发球 这两个队在赛前准备的时候 肯定是拼发球 放在第一步的 对 上海队上一场2比3福建队 其实前两局 特别是第一局 就是自施非常多 这也是给了对手很多 这种很顺利的机会 目前上海队是 5比6 分差只有一分 总攻 这个球是山东队自身的失误 这个球从声音来听的话 没有包满 所以没有包满球 也是直接导致了这个球的失误 为什么说 我们说扣球一定要包满 就是你整个手掌去把球包得满满的 你才更好地去控制这个球的走向 下海队还是很想再组织这个立体攻 对 因为刚刚可能攻准备了 还有一个自己的失误 拦回 再给延安玉 这球没有打开力 掉了一个直线 片条还是给宋美丽来处理 也是过度一下 这个球掉了狼王守候直线这边的位置 后排防掉球的队员还是 没有来得及 不一样 这球也是宋美丽的手 还没有起来 球就能打回去了 之前的比赛 许晓婷和高益的连线 一开场 能不能打好 得看状态 今天这个球一上来跟高益 而且仲慧的道立跳发 又是直接得分了 是 这球 王文杰在接的时候 可能还是有一点犹豫 前几场比赛 山东队的自由人 是用宋新鱼来舍发 今天是用王文杰 轻发了一下 保证到位 看住了曹婷婷 在身后的快攻 竹转井 一拍一拍就好 对 就是死死的盯住 你这个球 副攻跑背后 主攻就是死死的盯住 你看这个球也是非常有经验 脚下跟得非常快的 二槽婷婷这个球 其实篮回来 就在自己的身体 这个周围 应该伸手撩一下 不要去赌 直接打中 宋明利这个球打得 还是非常清楚 宋明利 这个赛季 首发打主攻的 次数好像不多 从开赛出的时候 就联赛出的时候 他应该是有首发 但是后来 这个比较换下的次数也比较多 可能也是教练 教练组也是觉得 像杜青青啊 像这些年轻的组员 状态要更好一些 他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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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比较多 他比较多 他比较多 你看宋明利其实他在往前 他的高度上是吃亏的 宋明利的身高是1米87 那么之前杜青青 有1米91的身高 你不要上网 你揍了一下 这就没法打 直线 前排的这个 篮网的这个点 比平安景找的是非常地准 有点准备的 好 开整球 上海队打海基 海基四号给的也很平 一个钓球 上海队这边防守的质量还是差了一些 这球其实跟钓已经到位了 全方在这个位置上 都有一个第二球合分 人到了 但球没起来 目前神农队8比12落后教练 第一个暂停 第二个我们的自私太多了 我想监管我们的失误 发球的一些失误 进攻的一些失误 这种小球都算是自私的 把这些小球串联的好 攻手果断下手 老板老板拍 差不多这个球起高 就要坚定一点 跟他们打 搓搓吊吊弄死他们 打的时候要横一点 小球细节方面要做得细一点 知道吗 仔细一点 加油 加油 我觉得李延龙指导提到的这一点 非常关键 就是队员在场上 你要根据不同的对手 你一定要去阅读比赛 就像这种上海队 包括上海队 浙江队 天津队 这些球队 你在一些某某调调的球上面 你可能很难打分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 以这种细腻防守小球去著称的 那你可能在跟这些队的时候 你就要主要要把这个进攻的火力 去怎么样去加强 这个才是得分的一个手段 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什么样的战术策略 对 现在赛前应该是要明确的 是 在尼回来之后 宋敏利一个直线 带徐晓婷的这一点来吧 李延龙指导就是强调坚定 很 是 如果我不把自己的这个凶狠劲打出来的话 那么上海队这边一是磨不死 第二个他也有进攻能力手段的球员 就像这样子 对 你看这个球其实就是 你发一个菜球出来 就是送给上海队这个义工 今天上海队的最发球还是贯彻得很好 对 还是一传不够稳定 其实就是像我之前也提到了这个环节 就如果上海队希望自己的反击抓的能更轻松一些 那就一定要用发球来开路 去破山东队的遗传体系 遗传到位 是车尔环这一点下球 其实这个球的篮网欧阳希希也是早早地注意到了 车尔环是跑短球的 已经并篮进来了 张云倩跟着曹婷婷这一点好了 朗葳美世贴的 进了一场腰蝉来自欧阳希希 对 国家会反复了一个一对一 欧阳希希在上一场对战河北的比赛当中 坎下了12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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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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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走 你看不到我的情况下打一个后攻 上海队的反击 嗯 那是一次五元地挑选取票打球 能力 这个球篮网 你看篮网 露的还是比较大的直线 露的太大了 放了将近一米半的距离 让西西这个球打的其实是二直线 这球都没有碰到拉网手 就打下来了 一番到位 嗯 还有主持人的短笔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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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队伍都是有强点的复工 上海队开局跟高益两个点线 嗯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把仰翰英这边打开 加油 加油 孙杰来发球 11比16 已经下网了 嗯 那第一局 相当队发球的失误也是太多了 对一开始开局打到三四分左右的时候 双方还能够你来往往 但是这个六分的分差差距其实更多来自于自私 刚刚在暂停过程当中 李彦龙指导也说了 进攻发球自私还是多了一些 当然声音队在上一场对阵服务的比较当中 也是体现出了这个波动 怎样来能够把自己队伍的稳定性体高 所以他们想要在第二阶段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一场距离 嗯 这一场距离 这一场距离过往 有下沉 落在了一前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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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今天这个 暂且不说双方的技术发挥啊 就是在场上的这个心态上 我觉得山东队还是相对偏紧一些 咱们通过看场上队员的表情 其实就能够感受出来 上海队这边其实我觉得相对还是更轻松一些 上海队是四连胜的 这一场战术掩护 这球给到了中慧 对 这也是打了一个短球 短球 你看蔡亚倩这一点难往没有及时进来 应该没有 可能没有太判断出这个球的短球的位置 所以作为杨瀚玉来讲的话 只能来定完 两口出完 三队还是全是自身的这种失误啊 这些无谓的失误确实太多了一起了 这门头给是美丽 准备他 打准备一颗 打准备一颗 打准备一颜 打准备一颗 宋冯熊 打准备一颗 热准备一颗 触摆准备一颗 打准备一颗 门头是个0 解式地上 上2 Bull 可能就算了第二次暂停 今天啊 这8区 我们不敢接在前面啊 谁不管谁在这儿接都主动接 别老躲着接 知道吧 主动一点 把球发 越主动越能控制好球 在这进攻的时候 把你果断把它打开 第一个时候这个线路要感觉变化一点 节奏感觉变化 撑一撑打一打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栏房 这块被电动了 调动了 打一个斜线我就烂斜线了 打直线 烂直线去了 我就始终守着这块区域 推好位置坐上下高 打直线 烂直线 三中队前排现在又是一个两点攻啊 也是一个弱轮 包括宋美丽的前排 其实她的身高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所以她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话 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三中队的一传 这个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 你看像这种异传如果不到位的话 压力全部在四号位对比较 对比较 对比较没配好 还是四号位连续再给宋美丽 对你让她打这种暴露性的强攻来 靠个人能力突破对于宋美丽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 正好对上高益这一轮的高篮网 刚刚赞停过程当中 李彦龙知道提了这个进攻 要有线路上的变化 第一个环节是要把遗传结好 虽然有一些送叛头 但是上海队在网口没有按住 都要好 不想要打斛线 对 对球打得很清楚 这球打得很清楚 我来往手腕抖一下 落点是在五号位底脚这个区域 大逼完全没有往下载 再来看他跳发轮 自己在前排进攻得分之后 下来发球也是很敢发 接这种大力跳发球的时候 还是不要着急 因为你看周辉他也是那种 球感很好的队员 他包球包得很满 这种球他旋转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规则的 一定要像防守一样 来接这个跳发球 来回 反击打得很快速度 在周辉这个跳发轮上海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八球直接得分第四分 那么同时呢也给金仁锦创作了一个反击机会 对 这球你看刚才也是很明显 身体冲着斜线上 然后最后就是照着蔡亚倩的这一点篮网拐弯打这个直线遭大手出戒 四号队的局点 今天就来一攻 这个一个后三 还是给四号位 王立一这个球位置补到区域很大 这个球真的是 有个大范围的垫条给到了金仁锦 在四号位非常近往 切了一条小斜线 这个球其实就是很多年轻队员 咱们一定要学 就是你越是近往的球 人越要踩到这个球底下 不能因为近往我不敢往前去上 那你根本没法处理 金仁锦这两步调的能看得出来 这样的话上海队是一大比分 一比零暂时领先 各位观众我们上次休息 稍后我们将温尼带来山东和上海的第二局较量 怎么回事 上海队是一大比较高的 这一大比较高的 水平 是一大比较高的 水平 水平 这一大比较高的 水平 这一大比较高的 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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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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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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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